设施将近35度的高温下 帐篷区坐满了等候就诊的病人 约旦茨基志工定期在马弗拉克省 为难民举办议诊 六个科别 医护团队加志工超过60人投入服务 我们全都在台湾人认识 我们都会帮助其他病人 如果是可以 距离首都安曼 约82公里的马弗拉克 附近的虎威甲村 炸塔里难民营 居民生活非常拮据 就医是大问题 很坦白 我们会很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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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能够得到这些 在一个简单的机构 我们能够的感受 我们都会很困难 我们会很困难 我们都会很困难 我们在手里的手机 压科诊间有三张 行动医疗床 按贾德医师带了 自己诊所的医疗团队 九个人 前来服务 一整天忙得不可开交 我们继续在这些 疗症的病毒 我们可以做到 压剂和疾病毒 甚至是病毒 也有很多感染 中文字幕志愿者 565位患者 医师能在现场诊疗给药的 志工就提供他们所需 而若要做进一步检查 或手术治疗的 团队也转介到首都安曼做追踪 希望能确实守护到他们的健康 大约新闻 陈秋华 林立清 月旦报道